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获得了金奖 随后我和清华团队代表中国来到了美国硅谷 参加全球创业大赛的总决赛 第一次来硅谷 我深感震撼 美国硅谷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 它不仅预立了一大批全球知名的科创企业 而且它还吸引和培育了全球的创业者和创新企业 当时我就在想 我除了用自己的知识去推动科技创新以外 我能不能也去参与创建这样的科创平台 推动更多的科创成果在中国落地发展 所以我为此我做出了很多努力 在来学完之前 我在多个科创平台工作 也在北京 上海 苏州 创办了自己的科技园区 那么也来到了美国硅谷 创办了知名的科技企业复发器 In North Spring 2017年4月 熊安新区的诞生 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深感震撼的事情 在我看来 熊安至于中国 犹如硅谷至于美国 必将对科技创新的发展 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这儿 无论从理念到政策到环境 都深刻烙印着创新的基因 完全有条件成长为 国家经济发展 创新发展的吸引性 所以当我看到这儿 招聘科学员的总经理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原来的事业 转让了公司的股权 来到熊安 以一个全新的身份 规划运营 科学员 科创中心搭建了科创平台 为熊安导入更多的创新力量和人才 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 大了 无论创新和创业 人才是第一资源 2023年11月 熊财16条正式实施 大力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 到熊安创业工作 我们为科学家提供 2000到5000万元的科研经费 和300万元的生活津贴 我们还给科学家准备了 不低于200平米的住房 这些政策的出台都大大增强了 我们对于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吸引力 大家请看 2023年的12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华明院士团队到星期考察 他是中国在金属增材制造领域的顶尖科学家 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直接制造大型金属复杂构建的技术的关键突破 正是受到我们新区人才政策的吸引 他带领团队率先落户雄岸 熊安新区还创新设立了 吸引和聚集世界人才的工作机制 在这儿 我们允许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科学家 在熊安新区领衔承办科技研发计划 担任新型研发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并且我们吸引全球的高层次人才 可以领衔承办我们的科技创新项目 我们也为外籍人士开辟了绿色的出境绿色通道 在生活工作各方面给他们种种便利 创新创业还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我们新设立了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重点支持院士领衔的 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转化 从2024年2月28日 我们决定设立这支基金 到3月19日 我们完成了第一笔1亿元的投资 前前后后我们用了不到20天的时间 这样的效率和速度 正是我们熊安的神奇之处 如今的熊安 我们有科创中心这样的原始创新测源地 也有中文村科技园区这样的科技企业孵化企 我们还有中式基地这样的科技成果加速企 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广阔的产业化基地 从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到产业孵化 所有的路径已经完全打通 随着更多的科创资源向新区涌来 对于每一个诉求不同的项目和企业 我们深入调研 了解到这些企业路过新区的时候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困难 基于我的工作阅历 我能够很好的兼顾科学家和地方政府两方面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所以我的经我手的这些项目的成功率非常高 熊安是我心怀创新梦想再出发的地方 总书记视察熊安新区时强调 要使熊安新区成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度 如今这一殷切期望正通过这一桩桩的鲜活的案例 在新区变为现实 在这儿我诚挚了邀请在座的各位和世界各地的朋友 来到熊安和我一起追逐梦想共创未来 谢谢大人